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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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 OK 我們已經來到了 Velida四乘會 然後今天我想要來體驗一下 就是在其他車款的感受 四乘五步驟 我要來試用一下 C-Link 就是這台是 他們這次的Grabble車款 就是一個斯特拉的改款 看一下它的後長 其實它的盤寬變很寬 然後跟我自己現在騎的斯特拉 其實有點接近 但是到其他感受不太一樣 我們等一下先來試一下 我現在沒騎過的車款 所以我們等一下騎斯特拉的台 Grabble車款位置 待會去試騎一下 Go Go 我們來去試騎一下我的這一台 Grabble版 對 感受一下 看看 這台斯特拉 Gravel 版 它真的整體騎起來跟我自己的斯特拉比 它整體穩蠻多 因為它是比較加大前插 而且你看它前面超大根 騎起來就是真的感受是 它比較扎實比較穩一點 它又只有單盤設計 所以它的齒盤的這個綿密度感受 就沒有像一般那麼綿密的感覺 好 先抽車 我剛剛試騎的第一趟 我覺得整體起來啊 大家可以看這個前菜就是剛剛說的 因為它比較寬 所以騎起來整個穩定很多 而且它的下叉也比較粗一點 騎起來整個感受是很穩 然後很粗獷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騎的 而且它又搭配是寬胎 所以騎起來不會路感那麼正 我們等一下來體驗一下 那雙叉的越野車吧 這是我現在騎的斯特拉 就是比較輕快 剛才很強 加速我覺得很快的感覺 然後我 之前開箱的是這台 就是瑞克多 那剛騎的是這個 C-Lix 就是比較可以去GRAVEL 地形比較休閒的騎房 我們等一下來試一下 Big Trail 就是可以去騎比較越野型的 雙叉避震的越野車 OK 我們去試一試看吧 OK 我們這一回合來試一下 雙叉避震 這台其他就是140 我們來試一下 到底騎乘起來雙叉的感受如何吧 我們先來試一下這一台 我們先來試一下這一台 就是雙叉板的 越野車避震 到底它的避震效果如何 我覺得很帥的是它可以 就是有這個升降坐墊 按一下就會升起來 這感覺我覺得超讚的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 有升降坐墊的效果 好我們先來試乘一下吧 我這次試乘這台140就是Big Trail系列的這台車款 我個人覺得是蠻舒適的 因為以往我只騎過美麗達比較單避震的下坡型車款 那這次的140騎乘起來的感受呢 其實整體的表現是非常舒服的 尤其是在騎區的這種offroad路面的時候 你可以因應你各種路面需求 然後調整你的座椅高度 其實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達到你在各種路面所需要的一個緩衝 或者是一個調整 整體我覺得騎起來是一個非常舒服 也是在offroad車款當中 雙避震比較好入門的一台車子 我們這趟試騎的是斯特拉的Endura 就是它比較適合比較長程一點的耐久賽的這種類型的車款 那這車款呢 它還是以斯特拉的核心去做 但是它的幾何設計站會比較舒適一點 就是坐起來比較適合騎長程的距離這樣 然後重點是它的胎寬的容忍度也更寬 所以你就可以去因應你的地形或路線 然後換成guago胎啊 或是比較寬一點的舒適的胎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它上坡的感受吧 它下坡起來其實很穩很順 相較我前兩台騎起來的感受 這台的慣性我覺得更好 我們來試一下上坡吧 我剛剛試騎完這台斯特拉Endura4000 我覺得它騎起來的感受啊 跟我自己的斯特拉比起來 它比較穩一點 有一點像Drake Road騎乘起來的感受 因為它的車架設計其實都是比較粗狂 但它就是比較走一個適合長途騎乘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騎起來是很舒適 那如果你要有一點速度感的話 其實它可以搭配比較窄的胎 它還是可以帶到很好的關係 那跟我剛騎了這台C-Lex的差別啊 我覺得C-Lex比較是更適合在Grabble路線一點 因為它的車架結合其實有點不一樣 騎乘起來的感受也會覺得這台比較穩 那剛剛的這台Endura其實騎起來是比較慣性好 速度比較快輕巧的感覺 我已經試了三台車 我已經滿身大汗 超級多車款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我來這邊體驗一些 我沒騎過的試乘過程 因為三爪那台車太多人排隊 我們就讓給他們 那我今天騎了C-Lex還有Endura 還有雙岔避震 我覺得騎起來的感覺啊 跟我之前的一些體驗都蠻不一樣的 就其實公共車分的還蠻仔細的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試乘 有關於美利達的一些車款 也都可以去他們官方做詢問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我來試乘的過程 我是尼嘉雯在這裡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現場馬上試車完就下單一下 下單一下 他已經下了 這樣就可以跟我騎到同一台那個 進版的車隊 對對對 騎那台就沒有理由可以說騎不快 車都已經最好了 對啊 剩下去是人的問題 對對對 腿力的問題 是是是 傻子 說 為了 えっ 我想 說 可以